诸位同行,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34页 经本第34页 从最后一行,第三句看起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行,住于定居 用力热闹,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犹如漏进地球 若其想念,谈寄生者不取正确 我们看这一段 二十九,住正定居院 三十,乐如漏进院 三十一,不贪寄生院 从第二十九月到第三十八月 这十月呢 是阿弥陀佛法院 让所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得到大愿加持 得这十种利益 所以后面这十愿的经文 你看 一定会出现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就是注明了 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得大愿里头所说的这些利益 接同一心,住于定居 二十九,住正定居院 用力热闹,心得清凉 所受的快乐 想漏进比丘,乐如漏进院 第三十 如果还有起想念叹寄生 那么法藏不去正觉 不叹寄生院 第三十一 我们来认识愿文 从前面的国中无不善民 反映出 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的一报正报 都是一阵法界里头 自信 真心 所显现 本自具足 本自清净 能生万法 所显得 请进之法 那么生到我国的人 皆同一心 住于定居 修阴相同 都是法菩提心 一向转念 阿弥陀佛去的 所以叫同一心 那么不管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低 我们常讲 有九品 上上品的也好 下下品的也好 十种利益里头 此地列着第一种 住与定居 什么叫定居呢 什么叫定居呢 定居 是一种禅定的境界 佛在经上 给我们列了三种 你看愿文里头讲 正定居 一种叫邪定居 一种叫不定居 正定 正确的禅定 正知正见 所以 他契儒的 这种禅定境界 如理 如法 完全与 经典 世尊所教导的 响应 也就是说 能够住正定居的人 最终 一定得以原成佛道 第二种 邪定居 那么 正定 可以入佛道 邪定 那就不能入佛道了 那为什么他邪了呢 只见偏差 色阶 有一成天 叫无想天 进入无想定 就属于邪定居 那么 从一开始 他的修行 就已经偏差了 不是说他修行错了 只见处了 他也很认真的 在修着这个禅定功夫 那你像无想定的天人 古德用个比喻 好比像在冬眠的那些动物一样 进入无想 那你想的 在禅定里头 已经偏执到一边去了 你执着落空了 终究不能成就 还有一种 叫不定居 就是 这一类的修行人 他没有指定 他到底是正定 还是邪定 看情况 如果他遇的是善知识 善知识教导他正直正见 修行如理如法 他就入正定居 如果他遇到的是恶友 学了错误的禅定 或者只见偏差了 那么他最终入协定群 那么阿弥陀佛此地发愿 所有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因为皆同一心 所以一定住于正定居 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法界 这本来就是美好的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在极乐世界 能够听闻正法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你与善人交 你修习的禅定功夫 肯定是正定 那么既然是正定 等于是 我能往生极乐世界 我自然就是入正定居了 你阿弥陀佛不发这一愿 我也入正定居了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还要发这一条大愿呢? 佛的苦心啊 为什么? 让我们莫发众生 让我们六道凡夫 读到阿弥陀佛 主正定居贼任 神奇向王之心 以我们六道娑婆来说吧 特别是今天莫发 修行道上 掌难多 陷阱也多 为什么多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所谓的 邪师说法如恒恒沙 你要能够住正定居 以这个正定做基础 哪怕 修行人啊 只要他正知正见 纵然他这一生不能犯烦恼 他修行正知正见如理如法 他来生投胎 很容易再得人生 也很容易再一次的入正定居 因为只见对了 不过是把初轮回这一桩事情 分阶段的来完成而已 那么在这个时代 魔王最不希望我们聊生死成功 所以才想方设法 在警教上 让邪师来说法 而邪师所说的法 他呀 内容纵然都可以迎进句点 说得头头是道 绝不劝你聊生死出轮回 你修行禅定 他不会引导你入正知正见 正定句 只要你不入正定 只要你指见偏差了 这是祸因 你学佛这一生指见要偏差了 如果不能在这一生赶紧把他纠正过来的话 来生 纵然你还得人生在学佛的话 生生世世都邪知邪见 诸位记者 佛告诉我们 修行道上 万一你破戒了 佛有方法教你 忏悔业障 把他补回来 万一你破戒了 你持戒偏差了 佛也救不了我们 那么我们一开始学佛 绝对不能让自己的指见偏差 所以 手弄言会上 四尊把三无漏学 把四种清净明慧传授给我们 那这些都是修行上的正知正见 最后再补上 应当法案 多罗三妙三菩提醒 你的指见 就准了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依着哪一步经论 咱们下手修行的方法 一定是三无漏学 设心为戒 应戒神定 应定法会 我们一生的生活行持 一定是依着四种清净明慧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远离杀盗淫妄 你才叫扫造罪业 常扫罪业 怕的是不小心堵落 由正知正见 再加上 少造业 不造业 你才容易设心得定 才容易清净心先前 如果是属于上根理智的 凭自己的本领断烦恼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 忠下根性的 以正知正见念阿弥陀佛 决定是 当生求往生 那么本身自己 再能加上持戒念佛 也就是 降服自己的烦恼稀气 不让自己 这些恶习气恶念力 再来控制自己的心情 那么这样子 念阿弥陀佛 才容易设心 可惜的是 末法呀 给你讲 邪知邪见 劝你 学佛 乃是念佛 不要求往生 那现在你听的时候 叫我不要求往生 我知道了 你就是师父说的 邪识说法 今天邪识也告明了 你念佛求往生是吗 行啊 但是不必急得这一次去 你师父不死也告诉你吗 这净土念佛法门 你曾经念过阿弥陀佛 你将来决定可以往生 那这样的话 你干嘛急着说 这一次一定飞去不可呢 你看 你这一辈子 你这一生的条件多好啊 所谓的条件好 你有能力 可以做救度众生的工作 哎呀 你也能讲经说法 或者很年龄重修 令重修行 或者你有财福 或者你很发心 我做这些救济众生的一工工作 那你把时间都花在念佛求往生 你这个菩萨事业也就耽误了 我也没有障碍你求往生 不过是打个商量 咱们学习做人间菩萨 做着做着 如果这一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是最好了 那也满你的愿啊 万一因为这菩萨事业做多了 把你的资粮损了 你累积不够的资粮 那我不能往生怎么办呢 哎呀 他不能往生 你说你那么大的功德 你怕来生 你不能得人生吗 你看你也持戒念佛啊 你修那么大的功德 来生 你肯定 像前面经文讲的 那就是大愿说的嘛 你肯定生尊贵家诸根无缺 还能修殊胜范行 那个时候再来求往生 你要信心不坚定的话 很容易信心动摇 一动个念头好吧 反正都一定可以往生的 我就持个一两回才往生 也无妨你做了 你这就叫入邪定局 为什么 虽然经上说 像你这样的修法 持戒念佛 这样子啊 能够常修殊胜范行 这是一般的说法 那问问咱们自己 这一生造业吗 还没有算咱们过去生所造的业 这些都是未知 万一一个硬钩离翻船 过去生的这些业障习气 现前的话 你这一口气不来了 一个不小心不能再得人生 怎么办 或者再得人生业障现前 没有生到中途之家 怎么办 谁敢给你保证 你这一生要不往生 你来生再来念佛 真还能像这一生这样 法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都是未知数 何必冒这个险呢 这一生既然已经入正知正见了 直到念佛就为了求往生 那为什么不这一生求往生呢 那请菩萨道度众生这些事情呢 行菩萨道度众生这些事情 持个他几十年又活房 不要给自己的道业 拿来做赌注 你看 我这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这一生要决定往生的话 生到极乐世界 借座阿弥陀智 我就是大菩萨身份 从此以后 我的菩萨事业 那叫安稳 你听人家的说法 你放下这一生不能 不要求往生 你反来做菩萨事业 万一最后搞到不能往生的话 损失就大了 我给你这么说 因为正在这个末法时期 邪师魔王诱惑我们 错误引导我们只见他们的方法太高招了 咱们一个不小心的话 就容易堕入邪之邪见 总的一句话就是 今天得益这个法门 不求今生亡生者 你就是入邪定居 这是因啊 可不可能生生世世都入邪定居呢 谁说不可能 所以阿弥陀佛第一条这个利益 显示出 你看到没有 圣在极乐世界就是入正定居 这同时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在这儿 在这样的五着二世 我们还能坚定信心 志愿 我这一生要当生就往生 虽然人在的娑婆 给诸位说 你也很容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入于正定之句 我们这样的来学习 第二十九愿 入正定居愿 反映出 今天我们末法 要没有这样的正确执见的话 真的佛门里头方法偏差了 执见偏差了 那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来学习 这一愿 诸正定居这一愿 只有在康本里头 有这一愿 这一愿太重要了 再看底下一愿 用力热闹 心得清凉 这两句话来自宋本 所受快乐 犹如漏尽比丘 这一句话来自康本 而这一愿乐如漏尽愿 是康本 唐本 跟宋本 都有的 漏尽比丘 漏是烦恼 漏尽 烦恼断尽 漏尽比丘 断烦恼的阿罗汉 那么他这里说 盛到我西方极乐世界来 就用力热闹 心得清凉 你在极乐世界的快乐 好比是断烦恼的阿罗汉 这一愿你再来看的话 好像又是多词一句 这极乐世界不是无有重苦吗 那既然无有重苦 我到极乐世界去自然是清凉 而且还说 在极乐世界修行 很快就断烦恼 还是要认识到佛的苦心 说这个漏尽比丘 正四国阿罗汉 乐从哪来呢 烦恼断尽 所以乐 甚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实施文法乐 那么佛用这个漏尽比丘 正国阿罗汉 不过是个比喻而已 所以我们从这一愿来看 也就是 这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设计好的这些种种修学的环境 要你永远热恼 心得清凉 这升到极乐世界 当下得阿弥陀佛 大愿力加持福烦恼 这是永远热恼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 这跟在六道娑婆来相对比之下 在六道娑婆 如果没能往生的话 真的叫做 断烦恼 遥遥无情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 因为极乐世界环境的殊胜 永远离开一切烦恼 这个热恼就是烦恼 心得清凉 这是心 这一句话就反映出 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了 这修行的环境太好 等后面 从第十一品开始 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仪报 看看我们在极乐世界 是怎么个修行的 宋文这里指这样的说 你在极乐世界 就是清凉地 所以我们大业往生 就算你一瓶烦恼都没有断 你看 下下瓶往生的那个 一个不小心差一点 就躲到地狱去的那个 也是九品莲花为父母 而生下下瓶 他在莲花里头修行 不过十二戒 花开见佛 五无神人 八地菩萨 那要这样看的话 他这个下下瓶往生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他修行要到乐如漏尽比丘的话 虽然经上没有说要多久 少过十二戒 而且少的时间太多了 换一句话说 本来在六道娑婆是不可能断烦恼的 这一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断烦恼震阿罗汉国太容易太快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信心了 不是说我们断不了烦恼 除在六道娑婆这样的环境里头 你还争断不了烦恼 幸亏换个环境 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去体会这两句话 用力热闹心得清凉 阿弥陀佛的无忧众苦 但受主了 阿弥陀佛大愿的处光得安乐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 把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刻开始 我们时时都在大愿的加持之下 烦恼没有断 你这个福烦恼等于断烦恼 它才是福 烦恼还在 但是永里热闹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因缘 能够让你起烦恼的 这个了不起啊 阿弥陀佛在此地发着大愿 让我们这些 真正知道修行状况的人 娑婆极乐这良相比较之下 有道心的人 绝对生起向往着 我非要求往生不可 你看在这个世界 修得多辛苦啊 才得到一点点的难乐 愿情在主对头那么多 人家看你修得那么大功德 都眼红了 稍稍地把咱们惹生气了 这一把火都把功德灵通通都烧尽了 可惜啊 可见得在这六道娑婆 你真的要广修大功德的话 修道了又怎么样 一把火就通通烧光了 今天咱们来念到这永里热闹心的清凉 乐如漏尽比丘 这个都漏尽比丘到底是怎么个乐 阿罗汉怎么个乐 我也不知道 入这个涅槃境界 到底是那个传定怎么个乐 我也不知道 那么主事大德在这里 只给我们点了 一个是断烦恼了 一个是能闻法了 断烦恼 稍稍体会 但是 去到极乐世界 能够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够了 如果你今天觉得在这个六道里头 你天天听我这样烦恼 没有断的凡夫声 给你介绍无量寿经讲经说法 你都还觉得 哎呀师父 我听了你讲了之后 我也乐啊 这算什么呢 如果你这样都已经觉得乐了 那我告诉你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那才真叫乐啊 只可一会啊 言语再怎么跟你说 还真的不晓得该如何的表达出来 所以世尊此地所讲的 有如漏尽比丘 就像那个断烦恼的阿罗汉 所以莫要把他看成说是 都已经国无不善了 那为什么还要发这个乐如漏尽愿呢? 阿弥陀佛的苦心就是 激励我们这些真正向往求往生的人 我们很认真的在道上用功 但是我们有时也很苦恼 这累积一点资粮确实不容易 你不要说 这不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样老实念去吗? 一句阿弥陀佛谁不会念? 闭起眼睛来 过过都能念 但是多少念阿弥陀佛的人 你念这一句名号功德 真正能够念到心开一截的 要没有多少年下的功夫 难阿 再加上这些冤家对头还要障碍我们 还有我们这些严重的烦恼习气 难怪这一生修行就注定在这个五浊恶事里头 不可能乐如漏尽 你不可能断烦恼 但是我们正知正见 我们知道 我这学佛是为了断烦恼要出轮回 要圆成佛道的 那今天遇到这净土念佛法门 解决了我不能断烦恼的难题 只要我肯发愿求往生 把这愿生西方净土中一直往嘴里念 都感觉得好像念久了不能引起共鸣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这十愿 来看看人家 所谓的短短几十年 忍痛一些 咱们真的学看破放下 学认真改自己的烦恼习气 目的 希望能够入镇定剧 我这一生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看到 这永离热闹心的清凉 在这个世间 一边稀有一边苦 这冤亲债主太多了 冤家对头来惹我的太多了 真还想着每一天 我本来开开心心的 要发心修行的 遇到多少冤家对头 所以每一天 这不喜欢的人 不顺心的事 搞得自己都方寸大乱 乱啊 你怎么能够叫得清凉呢 不得自在啊 有一天怎么 真的就安下心来 让你还真理 让你学到万元放下了 也没有冤家对头来惹你了 你今天这个念佛啊 这一天念佛真的念到伐喜充满 开不开心呢 哎呀 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发喜 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的 那我告诉你 如果能往神极乐世界的话 你那种发喜开心 比你现在刚才讲的这个 何止千万倍 而且你这个还是 多久才遇到那么一次 可在极乐世界 叫永离热闹啊 心得清凉之在 这番话 如果对那些 修行不精进的人来说 那叫对牛弹琴 但是如果对道业精进的人来说 渴望 希望能够达到这一愿 这个殊胜礼仪的话 真正激发起我们 这一生决定求往生的决心 想着那种欢乐啊 烦恼断尽什么了 享受不过 但是知道 种子是乐就对了 能够得闻佛法 这个乐 这个我能够理解 这样的来形容这一句 乐如露尽 这是第三十愿 希望我们能够更大的信心 一定要放下这个娑婆 这一生只要往生极乐世界 从你这个浮烦恼的身份开始 你就能够受到乐如漏尽的这一种快乐 第三十愿 末后两句话 不贪寄生愿 说如果这个人还奇想念 贪寄生 你还有这个烦恼的话 你生到极乐世界 还有这个烦恼 法葬我就不取证据 什么叫做奇想念 贪寄生呢 其实 重点在贪寄生 就是 你啊 往生到极乐世界 如果还动一个念头 贪寄生 那烦恼就来了 贪寄生 就是我执 佛教有一个术语名词 叫撒迦也见 而这个我执 这个贪寄生 决定是轮回的根本 六道凡夫 出不了轮回 我执 我执断了 轮回也没有了 那个时候 阿罗汉 所以你看 这个我执的烦恼 这个习气 太严重了 那么 法葬比丘 这一院他讲的是 虽然我们是 扶烦恼 带业去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 你如果还有一个念头 起烦恼 起我执的话 那么他就不取证据 换句话说 去到极乐世界 我执 虽然没有断 你不要轻看了 这个石头 鸭槽 比喻 这一种 扶烦恼的 效用 一品烦恼 没有断 但是你在 极乐世界 你跟断烦恼 没有烦恼 几乎一样 这烦恼都跑哪去了 虽然有 一点作用 都没办法现前 当年的法障 比丘 在建立他的 四十八院 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些带夜往生来的人 万一 这烦恼习气 念头冒出来 怎么办呢 不行 而烦恼习气 起作用 一定要有恶缘 前面介绍 国无不善 极乐世界 法信徒 一切受用 都是我们 自信 得能 所显露 都是庄严美好 好了 这整个极乐世界 太圆满了 没有机会 能够让你 起烦恼 别人不勾引我 我自己要给自己 斗气 起烦恼 那还不行吗 那你看 升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 镇定去 知见正确 所谓的 知见正确 自己 能来到 这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而来的 来这里 修行 断烦恼 来这里 原成佛道 容易 那么给诸位说 好比我们 在这六道 说破修行的话 只要我们 实时能坚持住 自己的 正知正见 知见正确的话 这个力量要强 确实 他能够遮止 等于是 你也有 烦恼习气来啊 当这个烦恼习气 排山倒海来的时候 我们又有 我们又有坚固的 正知正见 这时正知正见的这个力量 大过你的这些烦恼习气的话 你能觉醒 那个财色名利来诱惑我 第二个念头起来就是 我是法院要这一生决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眼前看着这些财色名利 再看看自己的烦恼习气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等于是 他有这个定力 让自己 不会被牵着去造罪业 那么这样的正定 由这种定力 就减少我们 被烦恼 被外头诱惑 所以你说 就算外头没有惑我 我自己要起烦恼呢 你不可能起烦恼 因为这个时候 就已经没有让你所谓的 若或忘年一起 我就叫他消灭 没有 你虽然没有断烦恼 但是你那个烦恼的根苗 永远发不出来 再加上 能够天天听经文法的乐 这个学经教 听经的同学 容易体会 能够常常听经的人 他懂得用经教里头的道理 来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师父啊 你所听经文法能降服我的烦恼习气 对我来说不行 为什么 经我也听了 但是烦恼一来的时候 我照起烦恼 我问你 当烦恼来的时候 你听的经都跑哪去了 这个时候才开始觉悟到 我在一起烦恼的时候 我明白的那些道理都不见了 不是听经文法不灵 是你听得不够深入 就好比念佛一样 有的人为什么烦恼习气 刚一现前的话 第二念就能是阿弥陀佛 我们为什么烦恼习气一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都不见了呢 你念这句佛 佛号不得力啊 功夫不够深啊 你听经的功夫不够深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 我们听经 既然不能一文前物 那么我们只能靠常识熏修了 也就是 这个听经文法 同样一部经 同样一堂课 不是我现在听明白了 够了 我可以不听了 不是 要多听 要多次讯息 为什么呢 让自己烙下深刻的印象 印象不深像什么呢 那我今天给你讲一堂课 这一堂课讲完了 这师父一下台 你也统统忘光了 这就叫做不落印象 哪有什么办法 又不是我说 我要故意把它给忘记的 正在听的时候 蒙点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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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一下台了 就不对了 现在咱们不是高科技嘛 摄影下来了 那同样的这一部经 这一堂课 常识熏修 五遍 十遍 二十遍 一百遍 你能够把它听下来 你收到一个效应 就是只要经教你听得多 决定开你的智慧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耐心 那我们要承认的 今天在这末法 你听不到佛说法了 凡夫给你说法 你有闲东闲西的 那今天找一个 你还能听得进去的 善知识 他说的法 正知正见 如理如法 你找到这样的老师之后 你对他说的法 常识熏修 让你印象深刻 一直到 你除世待人 觉悟 同样是外在的烦恼习气 外在的财色名利 正来诱惑我们烦恼习气的时候 哦 你听经的这些道理啊 排山 包海 远远而来 他让你当下觉悟 哦 那么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肯定没问题了 天天听阿弥陀佛将近说法 那环境上好 又能常常听经文法 真的 祥福我们的谈祭神 你要知道 我们是从六道去往生的呀 意思就是说 本来六道是我们的老家 为什么无量节都待在这六道里头呢 我职太重 问问自己 我们能去我职吗 去不了 你要能去我职 能断我职的话 你就出人回去了 不要轻视了自己这个烦恼习气 而你只要在六道里头的时候 内也好 外也好 内的习气 外的诱惑 很容易让我们起坚固的我职习气 断不了 那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他属胜 把你执着我 执着你的恩爱眷属 执着你的财产名利 转换成执着阿弥陀佛 只持这一句名号 只要你信佛 你肯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方法 这一句佛号认真老实念去 无量寿经认真学习 听经文法也好 读诵无量寿经也好 再以念佛的功德 希望能够稍稍开闲自己 这一点点的善根福的因缘 什么呢 让我回过头来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经 自信信药 目的就是累积足够的资粮 让我赶快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什么意思呢 要去你的贪寄生我职 在这个世间没分啊 只有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才能够断我职 因为阿弥陀佛这一愿保证的 你来到我的世界 还起这个念头 起个我职 那我就不成佛了 然后道理上也让我们明白 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根本不起我职 这个念头 如理如法 因为极乐世界的环境 因缘 太妙 太殊胜了 那你看这三条里 这里所发的愿 都是给我们讲的 只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自然就能入正定剧 你自然就乐如肉愿 你自然就乐如肉劲 你自然就不贪寄生了 而阿弥陀佛这样的三条大愿 那是说给我们听的 说给我们这些 还在今天这六道娑婆 我们也正在认真修行的 让我们看清楚事实真相 一天没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你在这六道娑婆 你分分秒秒都可能入不定剧 入邪定剧 你没有可能乐如漏尽 更不可能断我之 而在六道娑婆说 修不可能做得到的 今天只要仰赖 这阿弥陀佛的大愿 我今天念着一句阿弥陀佛 对无量寿经净土法门的道理 透彻明了 真心切愿之后 我这句名号功夫得力 目的 要往生而已啊 在这六道娑婆 得不到的这三桩事情 就只要我已往生了 通通都让我得到 这真是让我们娑婆极乐这娘相对比呀 让我们去向往着 我这短短几十年这样念佛 让我在这个娑婆六道天天梦寐以求 希望能够得到的这些道业上的利益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住正定居 就乐如漏尽 就得 就能够不贪己身 还没说完呢 十种利益里头 这三愿只给我们列明了 三种 后头还有七种 等我们把十种认识了 这十愿认识了 你看 阿弥陀佛的慈悲心 他的用心 远远都是在引导我们 念佛人 一定要发决定心 求往生 你就能得到这种自利 还能利他的殊胜利益 今天我们这个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愿 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以此讲经听经功德 回向唱功老和尚 往生品位高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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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强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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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啊 海下几 散不困 爱 若有 解 问 真 爱 心 白 福 天 心 爱 尽 此 以 报 生 爱 同 生 既 乐 国 理谢法师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起见中风三十四年佛式超度祖先王陵法会 新光肺炎众生 历代祖先往生至亲 回向唱功老和尚 晚生极乐品味高增 法会明天由伊尼法藏佛学院起见 法会流程和时间 师父会公布在群主里 请同学们留意请主教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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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